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 张医师 我是谷歌 鲁子权 鲁医师 大家好 介绍一下 如果他真的要走到手术 您的这些技术方面或是你的建议 真的我今天要做到手术了 你给这些即将手术的病人 他真的要手术了 其实都没有用了 那你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有什么新的资讯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本身是骨科专科医师 那骨科中还有一个叫鸡嘴外科 我本身要 他必须要开到一定的数量 还有完成一定的文章 才能取得鸡嘴外科专科医师的证书 那在鸡嘴手术方面 这是一个比较有风险的手术 大家一听到鸡嘴手术 会不会想到李佩晶会不会下半身瘫痪 是这样子 但很恐怖 那所以说原则上 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鸡嘴能够不要开刀 尽量不要开刀 那真的要开刀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比较你信赖的过 然后有这方面专业的医师手术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观点 这鸡嘴 鸡嘴腰椎有五节 五节的话是等于说它有最大的活动量 你只要做一个手术 不管是做椎间盘摘除 或是做鸡嘴的融合 五节就会变成三节四节 所以说它的活动量 或它的一些承受力量一定会减少 长期来讲 鸡嘴一定没办法像正常人 所以开过刀或许恍然比不开刀还不好 所以说我们就要做一种选择 这个开刀可以改善你多少 假如你今天是三十分的话 我开刀可以进步到九十分 那你就开刀 假如我今天开刀三十分只进步到六十分的话 你就要好好考虑 那假如说我今天开 我是三十分 那我开完刀一般的话 都会从三十分跳到七十分的程度 七十分你不可能恢复到完全九十分一样 所以说你们要做开刀之前 一定要做一个好好的评估 那原则上开刀都是要在这三十分的时候 就是很严重的 像你这个脚都麻啦 走不动路啦 那有的人甚至说大小便失禁 压迫到神经的问题 对这些我们不开也不行 那真的你平常假如只是 医院出奇的压迫或是出奇的症状 我个人建议啦 能够用保守还有生活改善 赶快做好预防医学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节目主要的核心 预防重于治疗 赶快做预防的保养 早点认识预防医学 那我们卢院长在台北荣民总医院 跟三军总医院 这两个教学 医学中心啊 那我走了跟他是同样的路 我也是在台北荣总跟三军 我们两个是一起在这种 两个大的医学中心 帮了很多病人做很多服务的 那我走是内科 我们卢院长走是外科 所以我们这两个呢 今天来这边一搭一唱啊 希望呢给各位啊 能够建立一个下背痛 各位知道下背痛绝对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绝对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所以所有的人你的一辈子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假设今天你有这些问题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常常说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给大家带来许多新的知识 你最想知道的你以前的错误观念 都会在我们节目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纠正 我们对于癌症的治疗 现在除了传统的治疗之外 台湾已经有发现最新的非常好的治疗 包括口腔癌所有的癌症 那就是免疫疗法 免疫疗法包括了免疫药物 免疫细胞和免疫生态 三合一的疗法 这三个疗法在台湾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这三个疗法 除了传统的化疗、标靶、手术治疗 我们可以加上衛福部合法的细胞疗法 就叫免疫细胞疗法 可以加上瑞士进来的免疫生态疗法 再加上医院常用的免疫药物疗法 叫做检查点抑制剂疗法 这三种疗法合并在一起 其实对于癌症 它的转移及复发有非常好的效果 它也有很多的全世界论文 那这款护腰产品呢 就是非常的有效 它有震动、按摩以及控温的效索 那我先把它放在Model上面给大家做示范 当您下背疼痛的时候 又没有时间去做物理治疗或是运动时 在办公室或在家里面呢 都可以去做护腰的动作 当您戴好了以后呢 我们这边有两个按键 有空温、长按就开始了 空温呢有三种温度 红色是65度 蓝色是55度 绿色有45度 那通常呢它这个温度会一直去跑 所以说不用担心 会有烧伤的问题 好我们回到红色这边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呢 女生呢当这个月室来的时候呢 肚子会不舒服 只要把这个方向一转 那就可以做个暖功的效果 那对于长者来说呢 这一款它可以放在这个药理包放在里面 我们会提供一个艾草包 您将这个艾草包放在后面以后 就可以做个药理的动作 加热药理的动作 这个温度65度呢 是我们平常泡温泉的温度 所以说是非常的舒服 如果您觉得还是不够温度的话呢 我们再调到这个55度 55度呢是我们平常这个洗澡的温度 如果你还是觉得太烫了 那我们拍到45度 这就完全对您的安全的做着想 那接下来呢是按摩的效果 按摩的话我们一样长按 就一个红色 红色的话就是一个长按的效果 再来就是一个蓝色 蓝色的话就是一个长短按的效果 绿色呢就是一个短按 短震动的效果 所以说呢您可以边做热疗边做按摩 来按摩您腰部的两个穴位 那我再把它关起来 好那把它关起来 好那把它关起来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放回来 插回去 就可以做使用了 那今天的节目啊就到了这个地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还是拿起你的右手 在右下方 红字部分 订阅地方按下去 按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疑难杂症非常困扰你的 希望你在我们笔下留言 我们的医疗团队 尤其我们最优秀骨科权威 吕院长会给你适时的帮忙 给你回答最好的建议 解决你的疑难杂症 就是我们节目最高的宗旨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来收看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下集的来宾 我们特别邀请 武大医院及磁剂症型外科 主治翁日生医师 来参加狂衣秀节目 把他的经验告诉你哦 下集主题有关皮肤质 您最想知道的大小是 下集主题是一个关系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